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面前的巫师抬手 明明没有法照 但是手上的动作却带起了一阵光芒 老司机侦探被送进了另一个房间里 这个房间和刚刚的图书库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老司机侦探都不觉得巫师把它移动到了另一个房间 巫师看向老司机侦探 开始缓缓解释 这里是你的梦境 我是你梦境的熟悯人 老司机侦探有些不明所以 等着巫师继续解释 原来 老司机侦探在安宁镇拿到的那个巫师形象的布偶 其实是一把通向现实世界和人体精神世界的钥匙 有了这把钥匙 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自己的精神深处 而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不同的 老司机侦探因为博学多时 且经历过太多冒险的事情 所以这里才会有各种各样的书 也因为老司机侦探有着极其强大的意志 所以这里才会呈现出一幅无间不摧 一手难攻的石头塔的模样 巫师指着里面的书本 对老司机侦探说 其实离开这里的方法也很简单 回这个路就在这里 你找找看吧 老司机侦探自然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就能够解决了 但是巫师并没有打算多说 他交代完有关塔的事情就禁止离开了 老司机侦探根本追不上他 于是只好留在房间里 打算在房间里找线索 无毛猫博士见巫师离开 有些好奇地看向了周围 原来老司机侦探的内心就是这样的吗 老司机侦探摇了摇头 无极之谈 算了 我还是先找线索吧 图书馆里有接近三米高的书架 每一层上面都塞满了厚薄不一的书册 老司机侦探大概算了一下 因为房间并不算小 所以每间房间大概有七八百本书籍 如果这里的塔都是这样的房间的话 整塔里的书加起来应该不小于一万册 老司机侦探先随便找了一个书架 发现这些书摆放的毫无规律 其中有关解剖动物和人类的书 也有阐述用电物理以及神经系统 还有讲述植物知识的书 书的种类太繁杂 而且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老司机侦探有些繁杂 我要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这里的书全都看完的话 我估计得几百年过去了 乌猫猫博士倒是发现了奇怪的地方 我记得他刚才还在说 这些是他的知识 怎么就突然变成你的知识了 说到这里 老司机侦探的眼睛突然一亮 我好像有办法离开这里了 老司机侦探所说的办法究竟是什么 他究竟能否成功逃离制作它 敬请期待下一期老司机探案 老司机侦探在塔的一本书里 发现了两枚硬币 硬币上面分别写了三和四 硬币不能够移动 下面写有一句话 这是一个谜题 猜到这个四字成语 你就可以解开媒体得到礼物 所以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小司机从下往上翻找的 第一个打开的柜子是最下面一格 最后在最上面的柜子里找到了想要的东西